美国每年有将近50万婴儿早产 照顾这些早产儿的医疗费用是个很大的数目 现在有一种用来治疗成人睡眠窒息症的工具 可以让早产儿呼吸得更加顺畅 而且费用十分低廉 请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当时的情况很可怕 婴儿刚出生的时候几乎快要不行了 风险很大但我们却不知道该怎么办 说猫胎达隆和戴蒙把他们的妈妈马蒂娜吓了一跳 因为他们早产近三个月 体重只有一个足球的肿量 马蒂娜说 每一分每一秒都很难熬 但我要牵持下去 通常最严重的那些早产儿要用呼吸机才能呼吸 这种方法让他们存活 但有20%到50%的早产儿肺部应压力受损 医生马里奥说 每一个有呼吸问题的早产儿都使用呼吸机 但我认为我们目前所使用的这种科技 对婴儿可能必多于力 在范德堡医学院 医生们使用一种治疗成人睡眠窒息症的机器 CPAP 这种简单的机器只罩住鼻子 不罩住嘴巴 可以协助早产儿呼吸 但不会伤开到他们的肺 医生说 这种机器可以伸到早产儿的鼻子里 研究显示 有74%的早产儿不需要插管 只要用CPAP就能呼吸 这种较温和的方式 是早产儿出现慢性肺病的几率降低了十分之一 费用也较少 平均来说 使用呼吸机的费用在27000到36000美元之间 但是CPAP不仅使用减疫费用也少于500美元 不用呼吸机 马蒂娜可以抱着他的双胞胎哄他们入睡 他们虽然很小但一直坚强 事实证明 照顾早产儿费用少 效果反而更好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